张艺、樱桃、王俊凯在国庆节的时候出演了一部名为《万里归途》的影片 这部影片的总票房超过了13亿 与同期的其他影片相比 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王一博的《长空之王》没有如期上映 王一博的另一部间谍作品《无名》也来了 阵容强大、影帝和影后联手 让人很是期待 《无名》的官方预告片里 梁朝伟双手撑在窗户边 脸色阴郁、黑暗的背景下 她听到了一声枪响 她的脸上虽然平静 但是并没有立刻点上一根烟 而是再次开了一口 让自己平静下来 对于梁朝伟 大部分人都是从她的长相和她的表演开始的 因为她的影帝这个称号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 她的每一部作品都会让观众们记住她的名字 这并不是梁朝伟想要的 周迅是上天眷顾的女明星 又是三斤影后 她的声音有些嘶哑 但现在 她的声音已经成为了她的特色 梁朝伟和周迅 曾经在不单影片《黑马黑马》中免费演出过 现在又有了影帝和影后 所有人都对这部剧充满了期待 王一博是一个正在崛起中的新人 她的演技并不算太好 但是 她的演技是最好的 也是承尔导演最早选定的一个男主角 显然对她寄予厚望 这是王一博的首次参加间谍电影 演技非常好 只有千里马遇上了伯乐 她才会被称为千里马 而电影中的人物都会说上海语 王一博一直在练习上海语 她尽可能地减少用手机 让自己融入到一个特殊的场景中 张静怡在这部电影里扮演的是方家大小姐 也是王一博的主要人物 张静怡和她的古装美人很般配 一举一动都带着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质 王传军再也没有办法捧起一个影帝了 她专心拍戏 没有任何的明星负担 在爱情公寓后 她就将重心放在了影视行业 每次表演都让她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性格 有她在 肯定会有更多的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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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